凤林镇客家文化节在曼城公园登场 现场吸引了超过上千位的民众前来参加 而报名拆家这一次采接队伍高达了46队 破了往年纪录 就像是一场客家家年华会 一年一度的凤林镇客家文化节昨日登场 包括县议员张怀文、林元富、县府客家事务处彭伟足 正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副主席许朝辉 与诸位代表各里里长 凤农地区农会理事长许方健、常务监事陈金鑫 总監事黄荣和、县科组会理事长邓菊妹等 均前来共襄盛举 现场更是凝聚了超过千位以上的民众参加 场面热络 在这里也要很感谢我们凤林镇公所 我们徐秘书带领的 还有我们社会科主办当委的员工 大家相当辛苦 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啊 谢谢 谢谢 我们凤林镇是主群融合 有活动的所有的单位 所有的主群都会参加 所以这是我在凤林 这八年来我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凤林是一个和谐的地方 虽然我们客家人比较多 但是我们客家人对我们的族群 大家都很可爱很仁慈 所以我们凤林会那么团结 也因为是这个原因 客家文化的传承 在凤林 他是在祭祉室 那我们甚至都看到了 我们凤林所有的乡亲 在整个活动的内容里面 我们有满满的包容性 我们看到我们的原住民的社区 我们看到我们的新住民 都热情的来参与 这个就是凤林 凤林这块土地是大家的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守护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共同把凤林这个金字沙牌 擦得更亮 因为我们都是凤林人 最后希望我们今天的活动 能够顺利圆满 随后镇长肖文龙邀请 与会贵宾及各里里长 民意代表上台开罗 正式宣告110年 凤林客家文化节正式开罗 至于参加彩接的队伍 则是精锐进出 无论是道具 打扮服装 都令人印象深刻 并把握定点野出90秒的机会 全力争取评审的目光 镇长肖文龙甚至还在 小朋友舞丸的龙头上 挂上正韵苍龙的红包 此外各学校各社团 也趁这次的机会 秀出他们所练习的成果 甚至还有非洲鼓 原住民舞蹈的表演 展现凤林镇客家文化节的 多元文化色彩 记者凌杰 封林镇采访报导 以上